10月15日2024中欧人才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 论坛以共享共生共赢后执中欧传统情谊 扩大人才合作交流为主题 旨在深化双方人才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促进中欧友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人才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挑战 国际社会急需加强人才交流合作 优化科技人才的全球配置 自去年开始 中国对十多个欧洲国家实行了免签政策 就在今天 这一政策又正式纳入了葡萄牙 希腊 塞浦洛斯 斯洛文尼亚世国 为中欧人员往来和各领域的交流 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 中国同为世界文明百花园的重要代表 也进一步加强文明互建 近年来中国在经济贸易 科技创新 文化教育等领域 不断扩大对外合作交流 为外籍人士在中国发展 创造了良好条件 吸引了不少国际人才来中国工作学习 中国的環境运动是非常好 出门出去玩 我觉得挺便利的地铁 出租车 高铁 中国有很多工作机会 所以我将来肯定会考虑留在这里 我学习的课程中 现在我继续学习的课程中 所以我认为在中国的业务中有很多好的业务 我认为它有很大的未来 你来到北京 你其实有很多机会 如果你努力就足够了 北京是在不同的业务中非常开放的业务 除了来自欧洲的专家学者 来自亚洲 非洲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与会嘉宾 也对中国的人才环境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这种地区的地区的地区 是非常非常非常兴奋的 因为我们作为外国人 我们有些政策 这些帮助我们来自找到我们的地区 和我们找到自己的地区 像我们在家 人们在中国工作和持识证学院的课程 也能有机会发生的资金卡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在这些大城市 我們是遭遇到的疾病 像帶孩子去學校 醫療的服務 給他們的家庭 這已經成功了 我們不能感受任何困難 在研究中 因為中國的學生 學生們都很 cooperating 我學了很多事情 以前的事情是不知的 中國現在是很明顯 全國的學生 他們歡迎所有學生 學生們 得到更多的機會 讀書這裡 前來我沒有發展 但現在有發展 好發展 因為我所有學生 都幫我做學生 學生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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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